找我怪有什么事啊小姐姐 嗯 有空没有你今天 今天的话没什么事 软一点呢就说要出去探而已 但是的话呢这个时间可以安排的过来 你有事说事吗 去趟医院检查 去医院检查 我没什么问题啊 我要检查 那你上次你不是去体检过了吗 我提检 我提什么检呢 我说我要提检了吗 我说我检查什么了吗 你上次不是去体检 顺便做那个妇科吗 你说身上痒 那你不是去过了吗 我上次说的事我是检查身体 我没说我去体检 那你先去干嘛嘛 就治疗啊治病啊 你要跟我一起去的呀 这个要老公陪伤去的 有那么复杂啊 那你去问医生去吧 别人就说我骗你 你就问医生去吧 他跟医生骗不骗你 那去就去嘛 那你这个东西你又说又没有什么影响 是吧现在呢 什么没影响啊 影响我要二胎啊 我怎么明显 哪怕我现在不想要 那我也要把它治好了呀 这个有问题吗 你真的很想一直拖着是吗 你要二胎二胎又不急于一时 不急于一时 你的意思是我等药的时候 就再去治 这个一年半宰了再要 是意思不 谁知道你会搞出这种情况来嘛 那你看一下年纪轻轻的是吧 肯定是你饮食不规律造成了这种东西 对不对 啊对 我一个正常吃饭的人是吧 都比都都比不过一个天天喝酒啊 天天抽烟的人 哎呀身体好哎真的是 你说这样子你怎么办嘛 这个苏乱丸堵了一边了 本来是百分之百的机会的 现在的话呢 就相当之有百分之五的机会了 百分之五十的机会了 是吧 这个难度大大增加了呀 增不增加跟你又没关系 你急什么呢对不对 你这个我去检查就行了呗 这个东西了 现在啰啰啰叨的是不是 要一起去的这个东西 知道没有 那医生要跟你讲这些 讲一些什么事情啊什么的 讲什么事情 这个东西你以后再去嘛 你历史是看着我病了不去是吧 不是 我需要你去 不然我就这么告诉你啊 要不是因为那个医生说 需要什么老公陪头去 不然啊 你爱死哪的死哪去 我求你啊 哎呦我现在生病了 我要去治病 你以后要求你 要你来赏脸啊 跟着我去 你这个东西 不影响你每天的生活的 最多就是是吧 怀不上而已嘛 我再问你做一遍 装起来了是吧 我是说那我们现在你看 见死不救是吧 看你脸色 要哄你开心的才行是吧 我可以陪你去 你是个有良心的人吗 没有说不陪你去 那你要我去我去 那你去啊 那今天去啊 我是真的想了你 听完我的想法行吗 我说一句话 你又在那里是吧 情绪不好 虽然我知道你现在就说 因为这个情况心情不好 对吧 我是这样子想了 那你看我们是吧 都即将快要分开了 对不对 你这个事情以后你 你找其他人跟你去也是一样的 你以后你重新 你到底就是不愿意去是不是 好 你以为你想分开就分开了 我同意了吗 去去去去去去行了吧 我不说那么多了 不说拉倒那我也不说了 你说你发什么火吗 那有问题就解决问题 我发什么火吗 哎呀什么叫 以后你想去去去 我们快分开了 什么意思呢 我听不出来是吧 你小声一点 我的事情是吧 快分开了 我的事情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这不救了 管你死活了 我懒得管你了 是意思吧 我没有这种想法 好吧 你的内心都那么黑暗 是吗 这管你自己了是吧 好歹咱们说 也生活了几年的人 对不对 啊 这么冷血无情啊 你的心是石头做的是吗 你按开就行了好吧 你说去那就去 你说要带什么东西 那我就带什么东西 可以吧 我不反驳你了 你现在心情不好 你在气头上面 我呢 一切听你的啊 我们两个不要为这个事情争吵 没有多大的事情 我告诉你啊 在这里谈妥了先 我跟你讲 不要去那里呢 甩脸色了 在那吵 我不像你一样 我丢不起那个人 知道没有 你去那里 你要我签字 我就签字 你要我交费 我就交费 好吧 这个费用不用我自己掏了 啊 良心发现了 还舍得为我掏费用啊 不要你掏钱 你掏嘛 你这样叫我去了 基本上就是交钱的事情 没有其他的问题 知道吧 那随便了 那你就跟医生说吧 你跟我说干什么呢 啊 我真的是懒得跟你说 我跟你说话 我真的 我就来气 知道吧 好